大家好,我是小月 我现在是在北京通州四渠的永辉超市里 我要给大家看一下北京超市这个水果的价格 看这个砂糖菊是3块9毛9一斤 还是非常便宜的 而且比外面集上的有的集卖的都便宜 它这个红蹄是10块钱 因为反季节的这个东西可能就会贵一些 干南几成是6块钱一斤 雪花梨是4块 然后这儿有这个国产的香蕉是2块钱一斤 非常的便宜啊 你可能大量拉的这个水果 哪种水果比较多 它就会搞促销活动 比如说这个柚子 1块钱一斤 白芯的柚子 搞促销 套装的红複式苹果是5块钱一斤 这个价格还好哈 干南几成是5块钱 其他的橙子有的是 就橙子分其他品种4块钱 然后这里的各种苹果 丑苹果是6块钱 金花牛苹果是4块钱 金帅苹果是5块钱 各种苹果啊 这里的千玺是9块钱 龙眼是8块钱一斤 然后看他这儿的这个红心的柚子是2块钱一斤 有的价格还是非常合适的 有的甚至比极上都便宜 比如说砂糖菊 还有它的这个柚子 北京超市里边有的这个水果 蔬菜它搞特价 还是非常便宜的 这个蜜菊是1块6毛9 丑菊是4块钱一斤 有的还是相当合适的 再看看在超市里卖的这个大白菜 冬天在北方冬天主要吃的一种蔬菜 0.39 就是3毛9一斤 其实在北京的生活成本不是特别高 我觉得啊 青辣椒5块钱 蒜环7块钱 自己买来吃 坐着吃 现在北京生活比较高 它就是房租 这些是比较高的 外面消费什么的 相对来说比城市要高一些 看他这儿的这个 胡萝卜是1块6毛9 小芋头是3块钱 红薯 一般的那种红薯是1块多一斤 我买的这颗大白菜 这么颗大白菜 花了2块3毛8 这颗白菜至少得吃两顿吧 所以说北京的这个生活成本 还是可以的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 好 好 好